江夜中夫子的十四位亲传弟子都有谁 他们各自都有哪些能力 书院二先生君墨 名字取自君子步行陌路 认准的事情会一直坚持走下去 幼年时在宋国乡下被夫子看中 收为二弟子 修行天赋极高 头顶高官 手持方箭 是一个很骄傲 同时拥有骄傲本钱的人 是书院中最崇拜小师叔可昊然的人 也是书院本就天下无敌的代言人 陈皮皮曾问过君墨 如果一个从初十到赶之 再到半只脚踏入不惑 只用了十四天 算不算天才 君墨听说后骄傲的说道 世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天才 事实上君墨从初十到不惑 仅用了十五天 比修炼条件优越的陈皮皮 还要快了两天 但他性格骄傲 不愿意承认有人比他多一天 在跟颜色抢硬缺时 霸气表示 你永远不在我惹不起的行列之内 论本事论境界 你哪里比我强 君墨的骄傲 既霸气又霸道 燕鸣湖之战 君墨一人孤座桥头 将唐国镇国大将军许氏 拦在雪桥之外 烂科寺之战 君墨跟李漫漫 斩破烂科寺佛光大阵 顶着七年十六年 没有动过的闭口禅 一箭斩杀 玄空寺戒律堂首座 在寻找宁缺和桑桑无果后 以折损五年修为为代价 一箭批回瓦山佛像 将大半座烂科寺 埋在巨石之下 对此 而君墨则霸气回怼道 我书院本就天下无敌 清霞之战 君墨携手书院的师弟师妹 将西陵数十万大军 拦上七天七夜 期间击败道门 如叶鸿鱼叶苏等高手 振斩千骑 最后以端笔为代价 重创剑圣柳白 换其无法再战 伐堂之战后 君墨携手七师姐木佑 进入清和郡崔元 向前一步便逼出 清和郡崔老太爷全部实力 后入玄空寺 天坑底下 带领数百万农奴起义 与李漫漫联手 大战九徒 与玄空寺奖经手作 靠着不要命的打法 硬是从玄空寺 挖走牙乘离树和佛祖棋盘 书院灭西陵之战打响后 君墨再次配合宁缺 将奖经手作定于牙洞内 使其终生无法再接触地面 灭佛之战 君墨带领农奴们杀上玄空寺 以一箭斩杀佛宗天下行走 七念 第二次斩破 依托山峰涅槃后的佛祖真身 率领奴奴成功颠覆 玄空寺数千年的统治 事后君墨抬头望向明月说道 在这件事情上 老师你不如我 陶山之战 君墨与三师姐余连 联手大战屠夫 虽然实力得到屠夫的认可 但两人联手 仍然拿屠夫没有任何办法 后来书院集合了书院弟子们的 全部力量将屠夫困住 君墨坐地 一人单防屠夫 结局时 君墨携七师姐墓右 游历世间 世间只留下其传说 如果说李漫们是书院的精神领袖 那君墨就是一往无前的猛将 有君墨在的地方 书院师弟师妹们都很安心 他虽然看上去比较严厉 但实则非常的互短 虽然性格很直 但也懂得迂回 是将一世界中 少有的真正懂得战斗的人